每年的六到八月 在六龟山区的芒果园里 总可以见到农民们忙着采收金黄芒果的身影 大伙手脚俐落 精准又有效率 六龟地区种植金黄芒果面积有300多公顷 这里也是金黄芒果的故乡 原来台湾低株金黄芒果母树 正是当年六龟果农黄金黄先生培育出来的 有一天我爸爸突然从芒果园里面拿芒果出来 然后我一开始以为是木瓜 然后我爸爸很开心又削给我们小孩吃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好吃 不晓得那是他改良的新品种 弹琴热衷品种改良与充满科学研究精神的已故父亲 黄金黄先生的小儿子余有容烟 也正因为黄金黄大方分享金黄芒果的栽培技术 造福了家乡许多农民 那当时就是黄金黄老先生他把凯特跟怀特 嫁接成新的这个芒果 金黄芒果品种 然后经过他12年的努力才有新这个新品种 然后也分享很无私的分享给我们六龟地区的农民 因为栽培技术比较容易克服 加上果形硕大果肉香甜多汁 金黄芒果广受消费者喜爱 现在国内许多地方都有种植 不过啊六龟产的金黄芒果品质就是不一样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沙子土壤 沥水性比较好 那我们这边的日夜温差也有达到10度那么多 那所以我们种出来的金黄芒果就比较香Q比较甜 从产地采收回来的金黄芒果得先拆带 简直在跑玄果机区别颗粒大小和重量 然后分集包装确保品质 台湾金黄芒果的外销市场 普及新加坡 加拿大和中国大陆 不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内销比外销更为亮眼 今年因为高雄市政府的吉利的帮忙 所以他有帮我们上了很多电商平台 那光荣会这边的话 内销的部分大概成长了三四倍 那整个六龟地区的产量的话 大概是2700公吨左右 到底口感绵密香甜的金黄芒果 除了切盘当水果外 还可以有什么变化呢 欢迎大家来到六龟芒果教室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 夏天最消暑的芒果冰沙 今天准备的材料有 芒果 银块 铅奶 还有最重要的煉乳 先加入冰块 然后再加入芒果 些许的鲜奶 最后是最重要的煉乳 不用几秒钟 营养又美味的芒果冰沙就完成了 行动不如赶快行动 赶快来回家试试看吧 其实芒果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 加核膳食纤维 有助于护眼 妨碍降血压 喜爱吃芒果的朋友 可得把握夏季产期 因为错过此时 就只能等明年啰 感谢观看 速播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